然后鼻翼这边的服贴度呢 两边也都非常的好 可以看一下 但我觉得他们两个诉求的很厉害 毕竟他们两个之前就是热销的 我觉得今天两个他们都会过关 我给你们两个信心含话一下 你们不要给我吐石流好不好 吐石流你们就谢谢再联络了 嗨大家好我是亚云 今天的影片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久违的仙女官 我不知道现在脸上大家看起来 有没有觉得我脸外一边 因为其实我两边色号是不一样的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两个全新推出的粉底液 分别是Giorgio Armani的跟YSL的 他们两个全新更新的粉底液 我相信大家现在夏天呢 可能刚好在找新的粉底液 或者是你是原本的爱用者 然后看到他们推出新的版本 不知道好不好用 所以我今天呢打算凯旋归来 重新这个仙女官的付出 就要来给大家下这两个 明星产品的粉底液的实测 那假如你对这两罐粉底液 效果到底好不好 到底有莫过仙女官非常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Go 久等了 今天呢我要来做两半边脸的实测 刚好就是这两个粉底 都是我最近收到 而且他们就是更新的版本 就是原本YSL就有出这个 All Hours的这个粉底 一直它换了新的包装 新的成分 我认真大爱 他们现在新搞的这个侧边的logo 因为我之前在动态上面 跟直播就有跟大家分享说 我很喜欢他们新的那个 我记得是什么什么不羁的香水 我就觉得很好闻 然后它那个瓶盖上面的那个 就是做立体的这种 YSL的这个logo的浮雕的样子 我觉得超好看的 很有质感 简约打气 结果他们新的这个粉底液 也做了一样的这个设计 然后再来的话呢 但是这个Jojo Armani的这一个 就是他们那个水木丝粉底 它这边写是Power Fabric的夹 就是因为它这是更新版 所以跟之前也有不一样 成分上的调整 可是以外包装来说呢 基本上是完全一模一样 分别就是它这边多了一个夹这样子 所以呢 今天就是要来两边脸上脸给大家看 那因为我的色号呢 我不太确定准不准 绝我有先收到 我自己有先偷用了 我确定它的色号 对我来说现在还是有点太白 因为我自己现在是 实实在在的自然设计服了 就是现在真的缓倒回来 就是黑了一度 那我今天YSL呢 是我第一次使用 所以我也不太确定色号对不对 不过它有给我两个颜色 所以我觉得我是还蛮期待 有机会可以跟我现在的颜色match 好的那继续等待它吸收的同时呢 我来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 因为我有拿到新闻稿 当然大家详细的资讯呢 还是可以去他们的官网 他们都会有详细的介绍 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新的这个水木丝呢 因为他们之前水木丝 是他们家非常热卖的一款粉底液 然后呢 它这边就是写说 新的水木丝王者底妆在风范 就是创造出高定质感的奶油肌 然后呢 它这边写说 全新版本的水木丝A Plus 就是可以长达24小时的持妆效果 即使夏日配戴口罩 也有效防水防汗耐热 然后有SPF20 可以防御UVA跟UVB的紫外线 然后呢 它今年也推出全新的12个颜色 所以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那基本上呢 它这罐粉底液就是强调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24小时超持妆科技 就是说它的是全新超防水抗旱瓶沾染 这个部分 另外一个是超微服贴粉体 他们这个新的版本呢 加入了这个超清润精华油 所以呢 应该比起上一代呢 它的延展性跟它的那个保湿跟服贴性 应该会更好 所以这也是它第二次 这个版本第二个想要强调的 那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20小时无瑕柔胶科技 那因为Armani先生呢 它比较擅长就是以偏光遮瑕 那种丝绒的那种断光妆感 那它们这次主导的也是 就是说它可以隐形毛孔啊 遮瑕斑点 就是轻盈的质地 但是可以达到很好的遮瑕力 所以这是新的George Armani的这个部分 然后颜色的话呢 它们主要热麦色就是2号3号跟3.5 那我今天手上收到的呢 就是另外两个热麦色2号跟3号 那我觉得我原本是可以用得了的 但是我现在发现 连3号对我来说都是偏白的 就是我现在是铁的自然肌肤 所以我觉得照理来说 我应该是要用到3.5 我觉得才会适合我现在肌肤 所以等一下呢 我就是用3号 因为没办法 就是皮肤看起来会有点略白 但没关系 大家就是看主要的效果 跟呈现的样子就好 色号上面呢就可能没办法 好以上是这样 然后呢7月1号到3号 7月7号到11号 7月4号到31号 整整7月呢 他们都有在做阿玛丽百货专柜跟官网 同时都有在做推广这个新的粉底液的一些优惠组合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再上官网 或者是去跟你平常销售的柜姐 去做询问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是YSL的这一个全新升级的 很久完美无暇持妆粉底液 然后呢 它这边就是写说 韧性裸肌 高遮瑕临妆感 奢罗光 这个的话呢 因为上一个版本 我也是很久以前用过了 刚才的这个水慕斯呢 其实我也是很久以前用过了 所以我就会丢掉以前的版本 我就不谈论了 就是有点没有什么印象 所以就不讲了 我今天就直接来评测 就是它新的版本 那我这边稍微看过了一下呢 基本上它也是主打三大足球 我们来研讨一下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这边写说 是超持久持妆的锁水科技 它说他们这边呢 是做一个叫做奈米稀油微粒 跟玻尿酸的补水分子 就是先吸油后补水的持妆锁水科技 所以它会让你的粉底呢 就会沉膜的状况 然后也会针对出油的地方呢 也会吸附油脂 然后针对干性的地方呢 也会保湿肌肤 所以就是等于说是 对于你干跟油的地方呢 它们都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它们这边写 肌肤内部达到油水平衡 然后外部会更抗水抗汗不沾染 帮助妆容维持20小时吃妆 这个是它们的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的话呢 它这边写超轻盈超无瑕 它们这边主打奈米遮瑕光感粒子 就是颠覆大家对于就是好遮瑕就是很厚的这件事情呢 它们就是运用了这个奈米的遮瑕粒子 可以修饰你的就是肌肤不均 然后这些部分达到好的遮瑕的同时 甚至遮盖针对毛孔的凹凸完美的遮瑕 但是这个的前提之下呢 它们的粉体还是轻盈的妆感 毫无面具感 打造天生的肌肤 好第三个诉求呢 它这边写说是养肤超直光 直萃的保养精华 它这边写说注入了77%的保养精华 里面含有这些红枣萃取的植物性的氨基酸 然后让你的皮肤呢可以发光透亮 然后呢呈现出来的是细致的奢罗雾光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有光可是又是偏雾的 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说 可以维持到妆容无液透亮不暗沉 像刚上妆的一样漂亮 这是它们这次新的版本的诉求 那它们这次呢也是出了非常好 很多很多的色号 这边稍微给大家概略看一下 我这次收到的都是它们中间的这个自然色区域的 它是有偏冷色自然跟暖色 我这次收到的都是自然的 一个是LN1一个是LN4 那基本上呢今天现在自然晒黑了 所以就是已经想说是想试第四个 因为第一个显然就是会太白 那它们其实公关品送来的时候 它们也有给这个色卡 我觉得也是还不错的 我现在这样看呢 LN1是这样子真的很白 那我打算用另外一个就是LN4 也就是另外一个颜色 好像目前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差太多 有啦有啦还是有差啦 怎么感觉这比较深啊 这是四号还是一号 怎么感觉这比较深 好不管这色卡又有点不太准 反正就是这是我当初收到的 那我们先来进行上妆 那我这次的这个四个颜色呢 应该算是它们的热卖色 也就是大部分人都会倾向于买的颜色 所以我想说我这次呢 就刷在脸上给大家看 我现在的色号呢真的就是自然肌肤 所以给大家做参考 好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Jojo Armani的 然后这边是YSL的 显然YSL的流动性真的是比较好 我不是说量级的多的原因 是因为它这个真的是比较 就是它不会溜下来的 好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Jojo Armani的二号色 然后这个是Jojo Armani的三号色 我觉得二号还是偏黄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适合我 然后这是偏粉 然后再来的话呢是YSL的LN1 跟YSL的LN4 我这样光刷手啊 我就可以知道 其实YSL的这个的粉体更加的水 流动性再强一点 但是两个延展性都很好 只是我刚这样一摸 就可以知道它们两个的液体本身 其实质地上有一些不同 所以你看这颜色是不是刚刚好的颜色 这个LN4真的是自然肌 那假如是白皙 就与我原本的话 那我一定是擦这个 好Jojo Armani这两颜色 都对我来说都偏白 可是 我觉得我应该有哪一个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要用三号 就是色号真的好像在暗影咪咪 好那我GA就是用三号 给大家示范看一下 那我今天拍摄呢 唯一忘记的一样东西 就是我忘了带刷具跟美妆弹来 所以呢我今天上妆呢 因为我显然知道不可能用手 因为会有痕迹 所以我今天就是拿我随身带了 这个肌肤之药的气垫的那个粉布 好了就只能这样子的 不然我没有任何上妆工具 有啦我有刷子 而且还不是我自己带的 是这一次他们YSL送来的这个刷子 我等一下YSL的 是也可以用用看刷子 还是我先用刷子看看 我犹豫一下我想一下 可是不要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偏干 我不敢尝试刷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用气垫的方式 好的那我首先呢 先来上一下Georgia Armani的三号色 我先用手把它稍微给铺开 其实我觉得这个粉底色号啊 我觉得硬撑也是可以 因为其实很多韩系很多的妆 他们很喜欢画稍微偏白 就是本来就知道脸的色号会比较白一点 所以这个好像并要可以 好像也是可以 好的我今天呢 特别在妆前的保养 跟这个防晒的地方呢 我特别做的比较足 因为呢其实我前两天在自己先使用Georgia Armani 因为我当初不知道YSL送来 我原本想说拍Georgia Armani就好 我就想说先试用一个 结果呢我用了之后呢 我就发现呢其实对我皮肤来说呢 我真的还是要先做好保湿 因为我其实原本的这个水慕斯粉底 我没有再用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对我来说有点太干 所以就是以我中性偏干来说 我觉得它就是旧版的还是太干 我就一直都没有用 所以这个新版呢我自己尝试了一下 前两天我也发现就是 它也不是说太干 就是以我来说我前面保湿还是要做好 我不能把它想成它是光泽型的底妆 好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上了一层的Georgia Armani的这个 三号色的这个新版的水慕斯的粉底 然后我目前看起来呢 我今天保湿打很足 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卡粉 或者是干裂的感觉 看起来效果很好 你们觉得呢 大家觉得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很自然很贴 那我现在局部再上第二层 然后我现在看它的毛孔遮瑕力很好 就是很贴的 它有把我的那个毛孔都给盖起来 我等一下会歪脸 就是因为一边比较亮一边比较暗 好那我今天一样不使用额外的遮瑕 我就是粉底然后定妆 然后因为我今天定妆 我也忘了带我的蜜粉 我是用粉饼来定妆 但没关系 因为我想说也很多人可能会用粉饼定妆 就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不同的效果 好 这边是Georgia Armani的 那我们就先这样 然后接下来呢 进入就是YSL的部分 我要使用的是LN4 这个呢 感觉更加的水感 而且YSL的那个 就是会有一个很浓的 很像香水味的东西 是好闻的啦 只是我说它有一个很浓的味道 我最近真的是发现柜子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底妆 是符合我现在的肌肤颜色 那这个YSL了 假如它好用的话 我之后就会用这个 因为它这就是符合我的肤色 你看它就是我现在的颜色 我不是超爱这个肌肤制药气垫嘛 然后我昨天晚上就去官网下单了 买了O20 因为我真的觉得O10对我来说 好像真的太白了 不要再硬撑了 好我目前看起来呢 对我来说以色号上的话呢 YSL这边真的是比较契合一些 那我拍起来的感觉呢 YSL也会再更湿一点 就像我刚刚展示给大家看的 其实YSL这边的流动性比较强 所以呢它真的是稍微 粉体质地是比较水感的 那我现在看起来呢 我目前一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YSL的这边的妆感 很明显就是在光泽一点 就是这边Jojo Money虽然也有光泽 可是它是雾光 它很明显是雾光 那我觉得这边的话呢 虽然也没有到超级无敌水润的那种 就是不是到水润型的什么水光感 是也没有到那么夸张 那就是以雾为基底来说呢 光泽度就是略强 就是两边妆感其实不太一样 好那YSL呢我局部再上多一点 增加一点遮瑕 然后我目前看起来呢 就是两边的遮瑕力啊 服贴性啊都很好 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完整YSL上完妆的那个妆感 基本上遮瑕力呢 也是非常的好 然后我觉得两边的遮瑕力 是差不多的 就大概落在七成左右 我现在两边脸都是上一层打底外呢 局部的加强 那YSL这边呢 光泽度比较更好一些 就是两边比起来 应该蛮明显的 但是我觉得呢 它们都是以雾为基底的妆感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然后我觉得两边的毛孔遮瑕力 是一样好的 我这边的毛孔区域 都被遮盖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至于黑眼圈呢 我觉得就差不多 就大概落在七成 还是需要额外的遮瑕 然后我这边浅痘疤疤的遮瑕力呢 两边也都还不错 然后鼻翼这边的服贴度呢 两边也都非常的好 可以看一下 你看两边的那个服贴感都很好 好的 那我现在把它拉远一点 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让它们再定一下妆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上的就是定妆 我今天手上拿的这个是POLA的粉柄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POLA这个粉柄 就是它基本上呢 不会过度的影响今天底下的底妆 算是一个过关正常的一个粉柄 然后只是它的粉质比较细腻 然后就是以粉柄来说 它是很服贴 而且不会干的 所以我个人是会喜欢戴这个POLA的粉柄 随身在身上 所以我今天忘记带蜜粉来 就是用这个 好的 现在定妆完了 再把它拉近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两边定妆完后的效果 因为这个粉柄基本上就是雾的 所以它就是会让妆容的那个雾感 就是再更雾一点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Jojo Armani的 然后这边是YSL的部分 然后我觉得YSL的那个光泽感 虽然在压完粉柄之后有减少一些 可是整体的光泽性 还是强过于Jojo Armani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边好像比较亮一点 所以这边比较雾一点 但是我觉得两边的妆感都非常自然 然后我现在上脸的感觉呢 是完全两边都没有觉得有粉感 就是真的非常的轻薄 但是台湾的夏天你们也是知道的 热起来也是要人命 所以等一下呢 也会给大家带着我今天一整天的妆容 就是我要回家什么的 今天晚上的结尾会在家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带妆一整天的效果 现在时间呢是9点29分 刚好就是9点半的时间 我们进行今天一整天的实测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那等一下呢 我就是会把剩下的妆容给完成 然后进入接下来今天一整天的行程 那大家就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底妆效果吧 那欢迎大家呢 在此刻就先滑到下方留言 告诉我你觉得今天呢 哪一个会胜出 你觉得会是Jojo Armani呢 还是外色的这个 还是你觉得两个她们都会过关 今天的仙女观呢 大家可以先来预测一下好吗 我自己 好像我 我想一下 但我觉得她们两个诉求得很厉害 毕竟她们两个之前就是热销的 我觉得今天两个她们都会过关 我给你们两个信心喊话一下 你们不要给我吐石流 好不好 吐石流你们就 谢谢再联络了 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一天吧 好的现在时间呢 是10点半 就是10点28了 刚好我的生日 大家可以看到从后面超级无点乱 就是我刚才把最后的东西给拍完 到时候会在我的Instagram上分享这个 美唇油的试色 然后我现在嘴巴上的这个是02号色 然后我快速的把妆容也给完成了 带红的话呢 我今天上的比较重一些 但是我刚才上了之后呢 我是觉得两边就是底妆呢 甲彩的这个服贴度 还有盐彩的服贴度呢 都很好 所以这两个部分呢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呢 我其实现在可以感觉到 我的鼻子已经开始默默的 就是没有那么误感了 就是开始有要出油了 可是目前看起来是都很漂亮的 只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已经可以感觉到 一个小时就已经开始有要出油了 然后现在我还在冷气房 饭店的冷气其实也蛮凉 不会热哦 所以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的脸部呢 现在夏天来说呢 其实真的分泌油脂会比较旺盛一些 所以我今天测试起来呢 目前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像我下巴这些 就没有刚才上完妆的那么的霧了 所以就已经开始贴合我的肌肤 开始跟我的皮肤做一些融合了 然后大家可以持续看一下 目前这边是JoJo Armani 然后这边是YSL 大家看一下一个小时的效果 那因为现在10点半 饭店checkout是11点 所以我现在开始收拾了 后面的行李老娘要撤退了 啊 我来喷一下定妆喷雾好了 都有喷到都有喷到 两边都有平均的喷到 这个是心肌彩妆很喜欢的喷雾 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今天的一天 等一下出去我都会戴口罩什么的 所以算是一大挑战 好不好 Go 要来checkout咯 哈哈 11点了 走 回家 我还整个换妆 变得非常轻便 哈哈 哈喽大家我回到家里了 现在时间呢是2点22 就是接近2点半了 就等于大概差了 从9点半到2点半 就是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 那因为我刚好吃完饭 我想说进来厕所看一下 我就发现出油量还蛮多的 所以我想说可以 借着把油压掉的时候呢 顺便跟大家update一下 那我现在抽了一张绳纸 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是Juju Armani的 然后这边的话呢是YSL的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再来仔细看一下 我刚还没拿镜子看 哦 瞧瞧 那两边出油量差不多 你们觉得呢 因为刚才是说 就是Juju Armani那边比较雾感嘛 然后YSL这边稍微再偏 就是光润一点 可是我现在这样看起来 我觉得两边是一样的 然后连毛孔的地方都差不多 就是出油量 鼻子这边真的是还蛮油的 哎重点是我刚才就是 走路去拿车 然后呢就开车回家了 然后就是在地下室 弄东西放心地 然后拿上来什么的 其实在户外的时间并不多 但也有也有热到 可是没有到一直在户外 我回到家里 家里都是有开冷气的 接着呢我拿出一张卫生纸 神奇的卫生纸来了 我把这个眉间这边都给压一下 目前看起来 眉毛这边是没什么掉 下巴 目前看起来也还好 就那个油光就压掉了 然后接下来重头细鼻子 我换一面 这是刚刚那一面 我现在用干净的 再试一次 不要去移位它 就是原地的把它给 油给吸起来 好我现在这样看呢 两边都有掉 这边YSL的鼻翼也掉蛮多的 然后这边JJAMM也有掉 好的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两边的那个 掉粉量差不多 就是你看这边鼻翼 这边这一块 然后这边呢 也是鼻子这一块掉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差不多 然后刚才口罩就是都有按好 就是基本上 这边好像没有出现太多的痕迹 因为我还是 就是可能戴的时间没有太长 所以好像又还好 脸颊这边完全没有什么任何动静 就是鼻子出油的部分掉了 那没关系我现在就是压了之后 因为就像讲的 在外面我没办法补粉笔液嘛 所以我这样子压掉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好的那我们 5个小时 check mark 我们接下来 继续 我就不动 我只是把油光压掉而已 跟大家check in一下 好了 那我们就继续吧 好的大家我回来check in了 现在时间呢是7点42 就是7点半已经过了嘛 所以等于买了10个小时 因为我今天从9点半开始上了 然后等于是7点半 所以就10个小时 那因为我刚才吃完饭 我等一下要帮妹妹洗澡 弄她睡觉 所以我赶快来check in一下 所以我刚才基本上呢 就是还跑去了Costco 然后买了东西 又回来弄一弄 还是厨房里面忙一忙 可是都有冷气的情况下 然后刚才还要哄妹妹去睡觉 所以呢 就是基本上 平常家庭主妇的大小时这样 今天比较没有跑 就是户外 比较是 像是大家可能在办公室 就是在冷气室内的情况下 那我目前看的话呢 其实脸部呢 就是还是有出油 就是有更加出油的情况 那我现在这样仔细看 因为我刚才去Costco的时候 又有戴口罩 所以我现在看两边脸颊 夹的这个地方 就是眼睛下面这个毛孔 就是正下方这边呢 都有一点就是口罩 糊到妆容的痕迹 因为口罩带在这里嘛 所以刚好在这两款 看这里也有一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刚才口罩 因为两个位置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 这应该是口罩造成的 所以我觉得 假如你口罩时间带久的话呢 这两款分敌液呢 可能都还是会 就是被口罩有所影响 再来是 底妆的部分的话呢 出油的话呢 还是 蛮明显的 两边都有 就是 出油量 算是 蛮油的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到很糟 其实我自己的话呢 不会 拖这么久才去压它 我只想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那个正常的出油量 虽然我是中性偏干 但其实我本身 在夏天的油脂 应该说美元都是 夏天的油脂分泌 出汗几率 当然都会比秋冬来得多 那我自己是觉得 我的出油量算是平均的 我没有特别 就是鼻子特别的油 但其实我脸颊这边 你们看到这边 其实也是有油光 然后下巴这边有一点点 就是我是平均的出油 那我脸颊只是说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那个 碰油程度 其实我觉得效果 好像一般般 以我这样子的话 我现在轻压掉一下 轻压马上雾面 那我现在看到 眼下这边呢 没有任何就是 特别的细纹 或是卡粉等等的 就是眼下这边 完全都是正常的 两边都是 然后我觉得 唯一的部分就是 口罩的话呢 是会压到痕迹的 然后另外的话呢 鼻头这边 鼻子这整个区块 还有下巴的部分的话呢 我觉得是粉底 是有掉妆的状况发生 那其实我今天 基本上完全都没有去碰我的脸 除了口罩 没有办法一定会碰到 那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真实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 以持妆度来讲 算是没有我想象中 拖得那么糟 而且其实在我想象中 我原本以为 她过几个小时就会太干 因为这两个底妆 都是强调雾面的 因为其实在前几天 我用这个 Georgia Varnie的 这个更新版的时候 我其实前面 没有特别的 做保湿的打底 我就是 擦得稍微简单一点 没有特别做好 做足前面的妆前保湿 那其实我前几天擦的时候呢 有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Georgia Varnie 有一些细纹干干的 那因为今天 是我第一次使用YSL的 所以我没办法 再给大家 多几次的使用经验 但是反正我到时候 会随时更新在我的 限时动态上面 会再跟大家update 那首先第一次的这个测试呢 包含Georgia Varnie 这个粉底跟YSL呢 我今天就想来 直接做个结尾 因为我觉得基本上差不多了 因为我的鼻子这边 就是出油啊 然后脱妆这部分 可以看得很清楚吧 就是我的那个 毛孔那个都跑出来了 就两边都是 所以我自己是目前这样子 一半边一半边脸的 今天的这个实测下来呢 我个人是觉得 它们两个的 整体的带妆效果 其实它们两款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个人在我的脸上 好像看不太出来 有什么谁比较优势 然后谁比较差的那个区别 所以呢 我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这两款粉底液呢 我觉得是可以买的 它们算是过关的 但是我觉得 前面假如你是像我一样 偏干的话呢 前面的保湿打底一定要做好 那假如你是容易出油的话呢 那你可能要考虑 这个粉底液的后面呢 是要用比较控油的粉饼 或者是蜜粉来做定妆 效果可能会更好 但是我觉得 以它们整体的这个 巴妆的程度 它们其实真的整体的 服贴度都是很好的 一整天基本上 都是跟我的皮肤融合得很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才会想 让它们两个都给过关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在上妆啊 出油啊 甚至有的时候 整个底妆会整个浮起来 你知道我有讲的意思吗 应该大家都有经验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就会看得出来 这个底妆是完全不贴在脸上的 但是这两款粉底液呢 都有贴在脸上 那有些人们会问说 那亚云这两款粉底液 竟然都过关 那我到底该怎么选 那我的建议是 第一 因为这两个品牌呢 它们颜色上的色调 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 应该每一家品牌都是 它们都会有自己出的颜色 不可能说 那家的一号 跟另外一家的一号 是完全相等的 都还是有一些色调上 或是每个品牌自己的颜色 懂我意思吗 所以其实每个人的肌肤的色号 其实也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一个下手方式是 假如你本身 喜欢True Dromarney的色号 对你的皮肤真的是 绝美相符的话 那你就选True Dromarney 假如你平常用YSL 它们家的色号的话呢 像我这个是LN4嘛 它们好像还有分冷调 暖色调 然后这个是自然色调 假如你觉得它们家色号呢 比较符合你的皮肤的话 那我觉得可以选YSL 那另外一种分法呢 我觉得是假如你想找粉体 就是粉底液本身的这个粉体呢 是比较偏干爽 然后比较偏柔雾感觉的话呢 让我觉得你可以选True Dromarney 那假如你是像我一样 其实比较喜欢流动性强一点的 然后甚至是 比较喜欢那种水感 那种润润感觉的这种粉体的话 你可以选YSL 这是它们两个粉体本身上妆的区别 所以假如你想要找偏干偏污一点的话呢 那你可以选True Dromarney的粉体 比较润感一点的话呢 那你就选YSL 以上是我今天的测评 然后我觉得这两个就是过我的仙女观 然后大家假如有任何使用的心得呢 也欢迎留言在下方的资讯栏 给其他的仙女们做参考好吗 因为这都是新上市的更新的粉底 可能有些人就是 早在第一天 就是直接冲动的买下来了 可能买了才看到我的影片 你也可以分享给其他仙女们好吗 然后这两个粉底液呢 我都有观察到 我觉得它们两个呢 颜色上面都没有什么暗沉的状况 我觉得擦上去之后 当然一刚推开来颜色 可能会感觉有点白 可是等到它可能过了三五分钟 真的跟你皮肤贴合了之后呢 我觉得今天一整天下来 两个皮肤的粉底颜色 都是跟当初上妆的时候是一样的 完全没有任何暗沉的状况 所以这是这两个粉底液 这部分呢都过关 好了那就这样子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仙女观 那假如喜欢的话呢 也记得就是给我一个影片按赞 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想要我测评下一个 仙女观的产品是什么 我来看看我有没有 或者是我会再特地再去买给大家 来做实测给大家看这样子 好啦那记得就是滑到下方 关注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三再见咯 拜拜